秦潇贤生日闹剧 后援会 你能不能停下来 别招黑了 传统民间艺术的饭圈是德云社和郭麒麟的必然命运 孟赫棠和秦潇贤已经踏入饭圈的领域 秦潇贤饭圈的第一步错了 是后援会自爱无理取闹 还是秦潇贤无视后援会爱做甩手掌柜 今天 秦潇贤的后援会很有名 为什么会这样 贴在自己的抄话里 帮助后援会在热搜上撕对方 无风不起浪 事情的起因就像秦潇贤说的那么简单 但事实上 后援会积累了长期的积怨 秦潇贤生日那天没有出现在剧院 这只是整件事的导火索 事实上 整个秦潇贤饭圈的后台是不稳定的 在网络上 走出秦潇贤 这个大圈子的有秦潇贤超华和秦潇贤白月光粉丝后援会 两大巨头 他们的合作度极低 根本无法合作 来自秦潇贤的超级剑弹者 来自白月光的粉丝朱古力吉他表示 援会在上海求助 在秦潇贤过生日求助时 秦潇贤总是不工作 在曝光的图片中 由普通人在为秦潇贤的活动忙碌 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呐喊 最后 他在准备中经受住了各种摩擦 但秦潇贤没有在生日那天出现 这导致了后援会辛苦准备的彻底失败 秦潇贤一人服务 熟悉德云社制度都知道 德云社演员必须要观众和粉丝保持距离 演员绝对不能干预和参与粉丝的一切活动 话句话说 就是后援会所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对绝二的喜爱 是心甘情愿做任何事情 如果德云社演员 违反了这个规定 要受到惩罚的 秦泽暂停小剧场演出 仲泽离开德云社 秦潇贤在生日当天和过后 都不知道后援会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当秦潇贤有时间打开手机玩耍的时候才发现 自家的后院已经着火了 秦潇贤连发三条信息 只是想赶快结束 对于这些准备自己也都并不知情 所以有些人脱粉和心情不好 都是因为秦潇贤的个别粉丝 特别是后援会的某些管理者 态度恶劣 由于粉丝的素质不是太高而牵连绝二本人的 秦潇贤还是首位 当然 秦潇贤个人的人品和业务能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在德云斗校舍上 秦潇贤把粉丝打电话骂他的事情 讲成了段子 在听着心里是段子 但是在当事人的心里是不可磨灭的伤害 不管是黑粉丝也好还是素质不高的粉丝也罢 这些都不配作为任何一位绝二的粉丝 那样只会给绝二抹黑 丢脸 谁还记得张云雷也被黑过 并且张云雷还写了一封专门对黑粉的帖子 所以粉丝的行为不能说明绝二的问题 只是粉丝的个人行为 当然绝大部分是好的 就怕一个老鼠屎 弄坏一锅汤 相声演员饭圈话并不是好的选择 相声演员还是需要有正真的本事 靠作品说话 不像那些流量偶像派明星可能就红了三 五年三十岁以后就走下坡路 而相声演员则刚好相反 三十岁以后是相声演员的黄金时期 德云社也是在郭德纲在三十岁 那个时间段努力拼下来的 秦潇贤是个相声演员 不要把饭圈的不良风气带到相声界 那些如果对传统艺术感兴趣的就默默关注 不感兴趣的离开就行 没必要一边看一边骂 德云社十大班归是德云社历来行事的准则 任何演员都不能越界 秦潇贤这次的生日应援是粉丝之间的自愿行为 和本人无关 若是秦潇贤参与其中 参与集资应援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跟德云社说再见了 这就是为什么德云社规定 演员要和粉丝保持距离的原因 好 云人